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 引发上百万名市民反送中游行示威 甚至还有不少团体发起罢工行动 受此影响 今天香港恒生指数早盘开低 午后跌幅持续扩大 根据ET Today报道 港股12日中午收报27348点 下跌440点跌幅为1.59% 午后跌幅扩至于500点 最低来到27283点 其中腾讯和友邦保险都重挫 蓝筹类股更是几乎全面走低 截至收盘报27308点 跌480点或1.73% 至于港币则大幅升值 今天一度升至7.8147对1美元 为2018年12月18日以来盘中新高 其他雅股的部分 A股三大股指呈现弱势震荡格局 财讯快报报道 中美贸易人将止不下 两国元首是否能在月底的G20峰会上见面 还是个问号 空方取得上风 沪生两地今天各跌 约0.6%和0.9% 创业版跌0.9% 收盘时上阵纵指跌16.34点或0.56% 报2909.38点 而深圳城指跌82.96点或0.92% 失守9000点大关至8954.72点 创业版指数则是跌13.45点或0.9% 报1473.9点 字幕提供 明镜 写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